這裡是壓克力競賽 2017年壓克力競賽的現場 那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建國科技大學的賴老師 然後我們想要請問一下賴老師 今年是你第一次帶學生參與這個競賽 那老師請問你覺得這個競賽對學生有沒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我去年有來觀摩一下這個我們的比賽 那今年剛好有機會就帶我們的學生來參加這個競賽 那在這個競賽的過程裡面其實從發想一直到他在磨模型 然後甚至於怎麼把那個模型做出來 然後後來又遇到在電鍍上那個找不到廠商可以幫忙把那個做出來的一個困境 那其實他們在這個從沒有到有的過程裡面 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創意的發想 然後一直在把它實作手作出來 然後一直到現在可以到入圍的現場然後來發表他的作品 其實我認為他應該可以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可以完整的體會到 怎麼把東西從武到有把它生出來 甚至於以後出社會之後甚至於可以自己開創自己的產品 或者是說去在相關的產業的業界去開創比較有創意的產品出來 來幫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更好的產品 這都是一個很棒的例子 那我發現其實今年很多作品其實都還蠻棒的 跟去年比較起來的話完整性也很高 然後商品化的機會也是都還蠻高的 以上是我的感覺 謝謝賴老師 謝謝 謝謝